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學方的頻道請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請訂閱追蹤我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還有Discord 好那在 天天節手遊官方這邊要更新除了65等 開放之外還有全新的魂石 那我也是第一次看跟大家介紹一下吧 第一個是皺魔術師定位助遊 驅散有害 兩件的效果是氣血加10% 然後三枚的效果是對友方使用單體絕學後 驅散一個有害狀態 對友方使用範圍絕學後 有60%的機率驅散目標一個 有害狀態 看一下喔 友方使用範圍絕學是60% 但是單體的話是 一定會驅散一個 喔喔喔喔喔喔 那瘋影森 帶這個魂石 OK那就要 大家都要曲折一下啦 如果假設是你的奶媽是補血量 本來就不夠的人喔 所以你如果要裝皺魔術師 就要想一下了 但是我覺得 像我小雪 我目前小雪是裝名葵 那我原本是我是在賭那個40%的 友誼狀態 那這樣子我小雪就可以去帶這個皺魔術師了 恩 我來我目前想法是這樣 好一定還有更多搭配啦 目前看到的直覺想法是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個策劃說是說 主要適合輔助一下的英靈 祝有 那在四方範圍絕學 治療絕學有機會 可是68 68其實蠻高的 因為打好用過妖術師的這個魂石的話 基本上50%機率 就已經很高 所以60%基本上 很高了啦 真的很高 單體治療是一定會觸發的 那就是反這個反制這個髒水流 髒水流的陣容 打暗 暗尼脈啊或是暗創之類的 恩好 在旁 好這個是要念旁喜還是旁野 好 獲得 三名的效果是獲得 額外護衛範圍 使 提高兩個內友方物防 霸防 直到額外護衛範圍消失 喔這是 額外 獲得額外護衛範圍 10 提高兩個額外 額外護衛 我看一下他解說 提供了其他鐵位魂石不具備的直接團隊輔助能力 在開出護衛技能後 喔開護衛技能後才有的 提供一個 10%的雙防提升光環 龐野 特別適合本身身處的人力較高的坦克 用以解清範圍 傷害對團隊的威脅 獲得額外護衛範圍 提高兩個內的 喔喔喔 喔喔 那就不用再 喔喔喔喔 看懂看懂 也就是說一一放那個 四子捍衛之類的 那應該是四子捍衛吧 我應該沒記錯 那這個觸發這個 喔那還蠻不錯的 看起來蠻不錯的 那自己有包括嗎 看起來自己好像不包括喔 有包括嗎 可是他要特別講講說適合本身生存能力較高的坦克 幼銀減輕 所以這句話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看 看字面上的意思好像是應該是有吧 要試試看喔 這句話我不太確定 喔 再來是服從 喔喔 服從 物理群體傷害 兩棉是物攻加5% 終於有給 與世用的 魂石了 不是在給吃戀鬼了 看一下喔 範圍 傷害提高5%喔 其實主動攻擊每 命中一個目標 下次主動絕學的傷害提高5% 最多是15% 也就是說可以累加的意思喔 看一下喔 範圍傷害為主的物理輸出英靈喔 寒仙秀有啦 劍邪也有 所以陽雲佐應該也是可以 單次攻擊最高的20%增傷 OK對 然後相當可觀 但是因為打到最高效果需要盡可能多命中敵人齁 所以這種 更適合遠距離大範圍傷害的絕學 因為單體能吃到這個增傷效果 服從在擁有強力單體氣力技 而一個範圍絕學的英靈中 可以發揮作用 如果是大範圍的話 那我馬上想到 靈兒 靈兒的那一招 那招叫什麼 風雪冰天嗎 有一個很大的範圍技 但是好像 不適合給咒師啊 範圍傷害提高5%而已 這個不適合給咒師用 給寒仙秀可能可以啊 劍邪應該也是可以 可是他說主動攻擊美 命中一個目標 下次主動絕學機要5% 那你就要多打幾次呢 恩 也許在打BOSS戰可以這樣搞 也許可以 但感覺不是很實用 感覺啦 還有誰啊 霍裡全體傷害了 暫時想不到 我覺得上光源好像可以 帶著這個 但是好像蠻不錯的 好不好跟實測知道 實測之後才會知道 然後今天是 今天這一集就這樣子 好感 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的這個 三個魂石的情報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網 IGB Twitch Btb 還有Discord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